今次新樓由於我們有一個一手樓的銷售條例 所有發展商所有一手樓都要透過抽籤或招標推出市場 通常發展商會推一批單位 假設是100個單位 開始在市場收入認購的表格 收票 如果想賣的人可以透過地產代理入票 可能本票10萬元 開發展商 去到現場 當然大家都知道抽到的機會有多大 就視乎樓盤反應 過去真的有些超額50倍 即是50個才有一個會選到 有沒有辦法抽到呢 發展商都很靈活 除了你之外 有很多不同的組合 大家想想 你個人入一張票 即是入一次申請 你和你太太一張票 你和你哥哥一張票 你和你媽媽一張票 你和你爸爸一張票 就五張票 大家都買個立合彩 買一張 中的機會就一次 買五張 中的機會是五個票 可能最後還是不中 這個是唯一希望抽的機會 中的機會是多一點的 都沒有保證 所以這是一個很公平公正的抽籤制度 監察都頗嚴謹的 就算抽到 你的醜號編後 例如100個單位 你抽到500多 是抽到的 500多你猜你會不會買到呢 除非前面的400人都不買才輪到你 當然你不是 我要買四房 沒有人跟你爭 可能到最後你都會買到 但如果大部份都是選一房兩房 大部份都是欠那些單位 你買到的機會就相對較美 還要抽到還是頭籌 還要較前列 才可以選到你適合的層數 選到你適合的單位 選到你適合的座向 所以 都頗被動 好